番外 今日的云深不知处 别有一些凝重之感 翠白眼影下的学舍里 书末飘香 来自各世家的众学子们 左途右矢 埋头苦读 一片愁云惨淡之景 景明兄 景明兄 一个学子悄悄喊 坐在他右前方的蓝景明 何事 蓝景明回头 那学子挤出一副苦瓜脸 道 景明兄 听说这次监考的事 是那位吗 说到后面 他的语音已经有些颤抖 正是 蓝景明了然 点头给出了肯定的答复 周围一圈竖着耳朵的一听 无不到抽了一口凉气 瞬即 朗朗书生更加热烈了起来 那名提问的学子 已是两眼发直 嘴里嘟囔着玩了玩了 蓝景明健壮 默念三变家规 才强忍下笑意 不到一炷香的功夫 一个懒洋洋 而又充满活力的男生 在门口响起 呦 都准备好了吗 众人齐刷刷抬头 只见来人风神俊朗 明俊逼人 眉梢眼角 俱视笑意 放眼整个篮家 独一份的云纹黑衣 脚踩黑色长靴 腰间别着红碎竹笛 正是寒光君的道理 以灵老祖魏无羡 魏无羡 每个正行地靠在门框上 微笑地迎着众人 或紧张或绝望的眼神 转了转手里的试卷 那厚厚一叠白花花的宣纸 在他灵巧的手上 如偏仙翻飞的叠斥 众人漠然 蓝景明则起身 向魏无羡行礼 魏无羡白白手 告诉对方 撕追几个正在山门口等着 蓝景明便毫不犹豫地 抛下自己的一众监督对象 顶着众学子们 羡慕极度恨的眼神 离开了学舍 魏无羡打断了众人 满脸呼之欲出的艳线 笑道 怎么 也想去叶列 成啊 先把试考了 来来来 把书都放前面来 魏无羡拍拍手 往讲台上走 众人哭丧着脸 哪怕再不甘不愿 也老老实实收拾了东西 只在桌面上留下毛笔艳台 与一张当作底稿的素白宣纸 魏无羡在讲桌后的铺团上 盘腿坐下 等众人交完书卷 扬扬下巴 从左边第一个开始 依次往后 过来我看看 一片此起彼伏的抽泣声响起 要死不死 左侧第一 正是先前问蓝锦明的那名学子 此人心底打鼓 一步三蹭地走到魏无羡面前 魏无羡抬头 看那学子紧张神情 笑了 这么紧张做什么 我又不吃人 魏无羡一边嘴上轻描淡写地开着玩笑 一边右手鼓励似地轻轻拍了那学子的肩膀几下 好了 下去吧 是 那学子满心悲喜交加 一脸难以名状地回了座位 后面的众学子无人发现 魏无羡刚刚拍着学子肩膀时 无声无息地顺走了他 塞在林口夹层里的小钞 是以 魏无羡在讲桌上 有多受云深不知处广大学子的欢迎 众学子拦家小辈除外 就有多不希望在考场里见到他 当事人晚间甚至洋洋得意地与其道理炫耀 他们玩的都是我当年玩剩下的 胡说 蓝忘机忙着展开扑盖 嘴上轻轻呵斥 眼底却柔和 你当年学业优异 何来作弊 蓝忘机对魏某人当年放浪不羁的学风 与其一片假上的成绩单记忆犹深 嗨呀 我自己用不上 不是还有怀桑吗 魏无羡羊躺在床榻上 懒洋洋地翻个身 腾出地方给蓝忘机扑戎毯 蓝忘机摇摇头 他还能怎么样 魏无羡如今能把这些小聪明 用到正路上已经不错了 我来说 我来说 这些小聪明 我来说 我来说